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蒜香蒸金筋菇的做法 这道美食做法简单 味道非常的鲜美非常的好吃 首先准备两袋金筋菇 然后把根部切掉 再把金筋菇放入清水中 给它清洗干净 然后捞出控干水 摆入盘子中 蒸锅烧水 水烧开之后把盘子放入蒸锅中 盖上盖子 大火蒸至五分钟 把整制好的金筋菇 里面的汤汁给它倒入一个空碗中 然后调制料汁 倒入两勺的生抽 然后放入半勺的白糖 放入一小勺的鸡粉 一小勺的食用盐 然后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备用 准备清洗干净的小葱 小米椒 大蒜 然后把葱和大蒜给它切成末 米椒切成圈 锅中放入食用油 油烧热之后 把蒜末 葱末 米椒圈倒入锅中 炒香 然后把调制好的料汁 倒入锅中 这个料汁煮开之后 关火 然后浇在蒸好的金筋菇上面 蒜香蒸金筋菇就做好了 非常好吃一道美食 喜欢和学会的小伙伴请双击评论666 支持我一下 感谢大家 每天都跟大家分享不同的美食 希望小伙伴们喜欢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谢谢你们对我的关注 感谢你们 感谢大家